我們當時就是 其實已經在國外註冊結婚了 然後就想說 先回來台灣拍個婚紗照 穿上婚紗記錄下美麗瞬間 33歲的雅韓 四年前原本與荷蘭籍先生 要在台灣舉辦婚禮 但美好的未來 卻被迫按下人生暫停鍵 我是在2020年的時候發現 2020年底的時候發現 手上就是著手的 手背上有一個不痛 然後也沒有顏色的腫塊 它後來其實開始變大 然後變紅 那我那時候又到了 一個皮膚科診所 他就說 這個我沒有辦法幫你做處置 然後他就幫我轉接到了 那個醫學院 那天他就跟我說 你的那個切片報告出來了 然後你得的病是 那個惡性淋巴流 宣判離癌的當下 雅韓心情一片空白 開始一次又一次的化療 度過一段辛苦黑暗期 那做完六次化療之後 我就大概是沒病的狀態下 過了十個月 那在十個月後 我某一天在胸部那邊 又摸到了一個腫塊 那時候就想說不會吧 我不會得乳癌了吧 又在一個禮拜後 我又得知這個淋巴癌 還有復發了 六次化療後病情惡化 到了第四期 腫瘤重新快速生長 去年進行骨髓幹細胞移植 目前追蹤觀察中 在我身邊也是 也是有跟我相同年紀的人得癌症 就像是我研究所的同學 還有我朋友的姐姐 就是其實都才是三十歲左右的人 然後就聽到他們得癌症的這個消息 覺得怎麼身邊這麼多 跟我年紀一樣的人 也遇到這個問題 年紀輕輕 沒有家族史 不幸離癌 癌症不再是老年人專利 全球年輕人離癌人數不斷增加 近期有越來越多人罹患癌症 根據英國癌症研究中心調查 全國每年有三十七點五萬人離癌 平均每天是一千人 但有百分之十的患者是不到五十歲 這也反映了全球趨勢 癌症在年輕人當中是越來越普遍 癌症已經連續四十一年 高居國人十大死因第一名 但為什麼近年來五十歲以下 年輕離癌的人變多了 醫師指出 抽菸喝酒喝含糖飲料 肥胖及熬夜都會增加離癌風險 以年輕男性來說 最常見的是大腸癌 女性則是以乳癌最多 是的 糖飲 糖的攝取量其實也是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那高糖會造成我們大腸癌的機率增加 尤其根據美國的護士研究發現說 13到18歲 如果你每天增加一杯糖飲 那你的大腸治癌的離癌率是增加30%以上 加工類的肉品使用過多 或者是肥胖 或是抽菸 以及說這個少運動 都是一個耗發的一個因子 那當然這個年輕化的部分 有沒有可能跟一些環境上的一些致癌物有關呢 這個是目前還在探討的部分 到底要如何提早發現自己罹患癌症 醫師表示 若身體某部位出現異常腫快 或是持續發燒 持續咳嗽 排尿變得困難 體重不明下降 甚至極度疲勞一段時間 影響到日常生活 當出現這些症狀 就應該提高警覺 那就是說你只要有大便流血 排便習慣改變 症狠飲食 減少接觸已知致癌物 及早發現離癌警訊 增加治療成功的可能性 將癌細胞聚於門外 TVBS新聞 何家陽 黃冠韋德彥宣 台北採訪不到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